有這間有心心中愛者 擔任何部新的餐廳 正常在山中正式開幕 店名叫做誠意廚房 因為我工藥区 考慮到六甘朋友的需要 餐廳的分量特別豐富 這間餐廳非常特別 何部新全部是心心中愛者 無論是外面的經歷、上餐 或是廚房的出餐、配料 都由他們何部 那我們承接這樣子的一個服務 然後就是在這個地方進行是 服務那個心智障礙成人 這樣子的一個作業 然後剛好這一棟裡面 當初新北市政府在規劃的時候 就有希望說 它是一個對外可以聯繫的平台 所以我們就把它經營成 是一個餐廳的模式 店名叫做誠意廚房 就是希望來用餐的客人 感受到參加何部的用心 其他有點諧音的意思 就是誠心去製作 有安心的食材 因為前陣子的一個食安問題 那我們也去正視這樣子的 希望提供一些安全的食材 除了我們自己使用以外 也希望來我們店裡面的客人 能夠去進食到 是一個很安心的食材 產品的環境情優秀時 作為觀看更耍成功 外面還有消費型和休閒意 裡面又不會出港受點心 然後相對的 因為我們的環境可以坐下來 稍微聊聊天 所以也可以搭配咖啡 紅茶 還有一點小點心 然後可以坐在這邊稍微聊聊天 因為我剛約庫的關係 參加上特別考慮到六甘朋友的需要 分量都比較大 親手是交白咖哩飯 加番茄肉醬麵 就是有其中一個老師 然後認識 對 他在這邊上班 然後因為本來就很喜歡 這樣子的體制的餐點 所以就特別來 想說因為這個地區比較多的是勞工朋友 所以我們有設計一些 比較屬於他們 可能大分數一點 比如像咖哩套餐 咖哩飯 不是一般人的接受度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考慮到 也有一些上班族 年輕想要做一點變換 所以我們也有做很簡單的一個 肉醬麵跟青醬麵 用心為人家來服務 成義廚房不只煮中食材 也提供優先的主要環境 讓人看到心中真認真的一面 記者送給電話 三中蔡鳳報道 剛才看到的餐廳 無情廚房有兩人付接 外長有四人付接 在開幕前 每一位校園都經過百年左右的訓練 現在都可以好好博物人客 由新八市社會教跟民間 雅姐合辦的成義廚房 正正開幕 目前當年博物省的有六位新種植 兩位付接準備餐點 四位付接外面的照顧 精力到上餐 那外場的服務包括客人進來 怎麼去招呼客人 然後怎麼樣去送餐 那個餐單讓客人去點餐 然後到最後去做一個送餐 或收餐的一些動作 然後我們另外有一組是內場的工作 那內場的話 他就會把我們的餐飲做一些適當的搭配 然後也要去辨識客人點了哪些材料 他放置了對或不對 然後大概透過這兩組的合作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做 服務的一個動作這樣子 工作人員主要是35歲以上的新種朋友 青春是中多智能中愛 四十三歲藏寶寶阿倫 在經過百年訓練後 已經可以為人客服務 客人來的時候你會喊什麼 歡迎光臨 你會喊歡迎光臨很棒 歡迎光臨之後 我們會請他坐下來 這裡坐下來 然後阿倫會送什麼 菜單 然後點完菜之後 阿倫還會做什麼 送餐 送餐給客人 阿倫喜不喜歡這份工作 喜歡你都不錯 喜不喜歡 喜歡 喜歡 好 目前參點的準備作業 跟料理有完事專門來輔助 比較簡單的正式宅頂頂的工作 才是由新種朋友進行 參票營養時間 不僅像開放冰箱時中島用餐七段 提起想要正宏的民眾要特別注意 再請客相設的資料 坐電話 三張營養 擺放冰箱 再配對